黄马锡缺柄梁柱代替,开恩世界杯表现抢眼,恰谈热自希望巨子引进巨月球探测器报道,世界杯眼看就要过去半个月的事件了,但从中带来的影响确实时间难以磨灭的,其中分量很高的金靴甲,被颁给了英格兰的凯恩,虽然英格兰没能够打进前三,但是不影响凯恩的被肯定,而在整个全球足坛的射手榜上, 凯恩还是牢牢占据着第六名的位置,但在外界看来,凯恩跟过去的那些金靴甲球员相比,实力还是差了一大截,毕竟他在世界杯上的六颗进球,有三个都是点球进的,而不是跑动中突破各种防线进的,这就有点尴尬了,然而不管外界对他的质疑有多大,毕竟这六个球也都是踢进的, 同时,凯恩上个赛季在热自队的发挥还是可圈可贬让人认同的,为了拿到英超的金靴甲,他可以说是拼尽了全力,一直在跟萨拉赫展开激烈的竞争,虽然最终没能拿到这个奖项,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凯恩的实力和努力, 毕竟最近三个赛季,他每一季的进球都不低于20个,并且拿到过两次射手王的荣誉,近五个赛季,他每一年都要比上一次进球更多,可见他对自己的要求有多高,一般人达不到这个水平,更值得一提的是, 凯恩如今也就24岁,未来大有前途,锋芒不需要掩饰,也不会被埋没,也是看中了他的这一些出色表现,今年夏天有几个俱乐部也对,凯恩展开了追逐,首先就是皇家马德里了, 自从C罗离开之后,他们简直在一个个全球出色球员中轮流尝试,就看谁最后愿意来,而球迷们对凯恩也挺认同的,之前有媒体做过投票,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,都在期待凯恩加盟、银河战舰,接替C罗的位置,皇马自己也觉得凯恩如果能来,那真是再好不过的事情, 但是他们也明白,要把他弄来会有多艰难,因为热刺帝老板真的非常难缠,业界不到,万不得已都不会去找他,因此有媒体称,为了拿到凯恩,皇马甚至打算在1.5亿欧元的基础上加个贝尔,跟热刺把凯恩换到手,要知道贝尔曾经可是热刺的老队员了,不过皇马主义是打得好,要实现是很困难的, 今年热刺卖掉凯恩的可能性真的不大,毕竟就在世界杯之前,他们才续约过,而从传出的动向显示,觉得凯恩会去曼联的赔率突然大降,也就是说,不少人认为,凯恩最终会转会去曼联,这可真是让人意外,到底是凯恩真的由此一向,还是博彩公司在瞎搞事呢,这就得走着瞧了。